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真够磊落 大势大飞面前从未含糊 做事态度果然吸粉 在网上不时报道 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 他果断选择了报警处理 没有半点犹豫 声明已经失去了公信力 选择报警的方式 让人不得不说一句 爷们很磊落 李某某事件着实让人大跌眼镜 终究让我们看到了娱乐圈的不堪一面 初代流量坐天坐地 他们也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了 一句话 天道好轮回仓天饶过谁啊 要想人不知的 除非己莫为得虚配位 他的声明看起来可笑至极 但是有些人的声明 却让人重塑信心 在网络发酵一整天后 说首创董事李某某被抓后 牵扯到了王一博等不时报道 乐华在中秋节假日后第一天就选择了报警 并且发出了严正声明 迅速王一博辟谣的词条登上了热搜 好多人都在说 这个男人好刚 这种消息一看就是假的 本来没人理睬的 他这样一操作 反而让人都知道了 各种嘲笑的声音又来了 虽然乐华的危机公关处理的方式不怎么样 但是这种打着黄枪的传闻 必须遏制 什么嫖娼 包养等词汇 对于一个知名艺人来说 严重损害了个人的名誉 如果不在第一时间处理 这种的假新闻就会越传越多 假的都会变成真的 哪怕是被人一时间嘲讽 只要你身正 就不怕报警处理 树立一个正确的三观 是非常必要的 这次王一博方的做法 必须给予一个大大的支持 这是一个态度 更是一种价值观的传递 搞不懂为何网络上 会有这么多人去嘲讽 真的是饭圈的独流思维 把人的观念给颠覆了 通过这次大众对于王一博的态度 也发生了改变 很多人说 选择报警的处理 足够见得是有底气的 光明磊落自然不怕 王一博处理事情的态度 果然是酷的 从摩托车比赛摔车后 第一时间发文 安抚粉丝情绪 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育精神最重要 在新疆棉发生的时候 第一时间跟耐克解约 成为第一个在合约期解约的艺人 在自己家乡河南 遭受洪涝灾害的时候 默默捐款捐物 更到了一线参与救援 再到现在 在明星声明公信力践踏的时候 他选择报警处理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一个年纪只有25岁的人身上 试问 大是大非面前 他的做法 你能做到了吗 别说什么资本操控 什么利益趋势 你不是工具人 有自己的判断跟选择 都是成年人了 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乐华的公关处理并非妥善 更谈不上体面 但是这是王一博的一个态度 不让真相被扭曲 总比躲在角落里 不敢发声 让粉丝跑断腿去解释的好吧 王一博是一个很酷的人 做事的态度真的招人喜欢 果断干脆 真的很野蛮 在大是大非面前 从未含糊犹豫 别说人家粉丝众多了 就冲着这个做事的风格 必须支持 同时呢 在被网络各种不时报道充斥的时候 跟王一博合作过的同事 战姐 黄牛带拍 都在为其发声 一句话总结 别人他访我不说 王一博这个人 没得黑 他们都是从王一博 急急无名到如今 一路看着过来的 最后呢 王一博的电影 《长空之王》即将上映 小豹子发抖 阴说 想做一个酷小孩 他本来就很酷 你说呢 外酷内热的豹子